被杨逆问咱俩谁漂亮? baby开黄枪解危险心机 今年的微博之夜可以说是最和谐的一年了 四小花蛋完美同框 直接破解了圈内的不合传闻 由于四小花蛋的友好同框 今年的微博之夜再也没有传出什么同台比美的不合传闻 可以说是给2018年开了一个好兆头 四小花蛋同台就一定会被问到谁更美 身为好闺蜜的杨逆竟然给baby下了套 杨逆问baby,那你觉得baby和杨逆谁更漂亮呢? 这个问题直接把baby问猛了 可爱的baby发呆了几秒 然后笑着说,都差不多 决心要开玩笑的杨逆继续追问,那谁是差,谁是不多 一副快点说清楚的阵事,看得出来baby也很无辜呀 baby解释道,其实我觉得各有所长啊 谁知道杨逆依旧不依不饶,杨逆问道,那谁的哪儿长? 看来baby不是出点啥手锏根本无法让杨逆停止呀 意想激烈的baby和高情商与狼杨逆这对欢喜闺蜜 会带来怎么样的爆炸性回答呢? baby果然没有让人失望 baby直接脱掉外套,露出视野线 看来baby也开始开黄枪了 要是不拿出点真本事 看来baby还真是镇不住杨逆这个魔人的小妖精 网友也觉得,两个人都是鬼马精灵的 好厉害的智商,不愧是混迹娱乐圈多年啊 其实能如此开玩笑 就足以见得两个人的关系有多好了 自从2017年开始,两个人因为各种商业活动来往不断 虽然工作繁忙,但是他们也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优异 经常一起工作的两个人把每次碰面都当成朋友间的约会 这次微博之夜,baby知道杨逆要来 知道两个人要合影,所以专门打扮了一番 在微博之夜上,baby差点摔倒 杨逆因此大笑不止 很多网友吐槽杨逆没素质 其实这无关素质 好朋友之间都会很轻松地看待这些事 包括大笑 所以,大家也没有必要放在心上 真的好闺蜜才不会在乎那些细身末节 一颗真心就够了 能够在娱乐圈这个珍奇斗艳的大圈子里交到真心朋友并不容易 所以每一段闺蜜情都值得珍惜 大家也不要断章取义 杨逆和baby是无所顾忌的好闺蜜 没错了